我呆在身上 我就跟他说我有啊 我为什么有 因为我大学毕业当面回来 我在7月3号当面回来 8月8号就见李腾回 9号就变成他的研究助理 所以那个时候以来一直都有跟他联络 所以他当总统的时候 我更是有他的联络电话 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联络电话 我说重点就是 你从中正纪念堂到总统之间 不要走路 不要发生来回的安全问题 这个很重要 所以就派车送他们到总统府里面 然后我打电话给总统的那个秘书 是主任叫苏志成 跟他说 这边有学生代表 有徐教授跟某些教授 一起这个同行 要到里面跟总统成帝建议书 这样有学运我记得很清楚 那这个司务华小姐 他本身就是参加学运的主要的干部或者分子 那由他来讲 这20年来 学运是怎么发生 然后呢 这里面有很多转折 为什么20年的奋斗 台湾人还没有办法改变 不好的一个现状 那他有很多感慨 那这个 我们秘书长林志生博士来主讲 那基本上我们的课程就是这样的一些 跟 过去 各位在中学时代 或者现在在大学时期 所听到的 荣获有一些不一样 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比如说刚刚我秘书长说 台湾不是国家 你们一下子听得到 很没有办法接受耶 台湾不是国家 那更多的呢 美国方面一再放出他的主张就是说 台湾不是国家以外 中华民国不是国家 中华民国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台湾也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诶 这些问题就很重要啦 然后他又讲得很白 他说 这个 中国啊 他更近不说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几个 关键性的词句啊 很多人听了 会很纳闷 中华民国一直说 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 陪陪美国跟他说 你不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我刚刚讲了 他只是有政府 他也没有人民 因为这些人民本来就是 日本台湾人 他带来的是难民 战争以后的战乱的难民 难民朝到台湾来 所以 按照道理 政府是流亡政府 所以 这个 另外就是他也没有领土 因为他领土只有金门马祖 所以他在台湾是一个 殖民政权 或者是流亡政权 我们说 政府 人民 领土 主权 这样才构成一个 国家的四大要素 结果呢 中华民国是有一个流亡政府 在这边 或者殖民政府在这边 他没有领土 没有人民 他有的就是流亡难民 也没有主权 那台湾呢 就本土台湾人来说 我们有的人民 没有错 但是领土跟主权呢 又不在我们身上了 当然这个领土是我们的啦 也没有政府 台湾四百年来 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自己的国家 也没有真正成立一个政府 来治理这个国家 这就是问题所在啦 所以像这样的话 这种 言论或者这样的说法 一下子到你脑海里面 你可能没有办法接受 怎么会这样呢 会让你有点错乱 跟你过去所了解的 报章杂志所写的 什么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他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或者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国家 他拥有金门麻 台澎金麻 这完全不一样啦 所以各位 如果你不同意这样的论述 都没关系 但是你要知道 这才是正确的论述 但是你要在海南海里面想一想 要去融化他 要去消化他 你要把这种观念慢慢去 来了解 一下子要改变观念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呢 你当有听到这样的观念的时候 你要特别去了解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距 这是我们来上课 来办这个夏天宁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让很多人 从这里面的了解 从这里面得到正确的观念 正确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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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 当你有了正确的观念 正确的思想的时候呢 你才会有正确的信仰 什么样的信仰 政治信仰 台湾应该走哪一个正确的路 当你有了一个正确的政治信仰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怎么样 产生正确的行动 来做什么 来挽救这个社会的危机 才能够产生伟大的力量 伟大力量来进行社会改革 或者进行政治改革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这个一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从国家角度来看 国家才会正常的发展 现在台湾并不正常发展 怎么不正常发展呢 各位想象一下 既然国际都不承认 中华民国这个政府 流氓政府 是台湾的政府的话 那么 这个台湾的马英九政权 他跟中华大陆 这个非常的靠近 就是要跟中共去和谈 要跟中共谈统一 主要 只要我们台湾政府没有这个觉醒 没有这个了解 就跟着他向那个那一条路走去了 那我们可以想见 整个将来的台湾 就会走到一个 亡国灭种的这个那条路上去了 所以你们年轻人可能不是很了解 我所接触到的我的上一代的人 八九十岁的七八十岁的 或者是我同代的五六十岁的人 比较上 比较接近这个战后出取出生的一些人 都忧心忡忡 担心什么呢 担心马英九的这个终极统一的这个目标 终极统一的政策 如果一旦实现的话 台湾就会永结不复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中共中国共产党 中国大陆那种政治体制 他是一个专制的 这个没电子 这个没电子 可以 因为中国共产党他是一个 他讲的很白 我就是一党专制 然后呢一党独裁 我们可以看到 你到如果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 你是不能随便讲话的 你也不能够随便批评 这些政府的人员的 然后最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说 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呢 整个这个中华文化罪话的一部分都显现出来 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 我最感到震惊的就是说我在三四年前啊 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里面有一个也是中国的学者 在台湾的中国学者 他写了一篇文章说 在中国一年有四万个逃官 四万个逃官 他说如果在东北做官 贪污腐化了 然后呢他的事情快要事迹败落了 恐怕被抓去枪毙 所以他就逃到西南 他说我在东岸的在东边的 这个逃官这个贪污化的官员啊 他快要东上市化他就跑到西边去了 跑来跑去有四万多个逃官 现在可能不止五万六万了 各位想象一下在这个环境里面 这个政治是吃人的政治 这个社会是吃人的社会 要我们去跟他谈统一 我们死也不敢死也不愿意 大部分人都不愿意 在这种情况之下 马云九一直走向终极统一的这个目标 这是对台湾是个非常严重的危机 所以我们希望怎么样呢 希望产生正确思想 还有信仰 然后呢 在这个行动过程里面呢 由我们年轻人 扮演重要角色 产生一股大力量 然后呢 我们来 建设我们自己的台湾 使他变成一个正常发展的国家 有一个正常发展的国家 在公平正义的政治或者经济政策底下 政治才能够公平竞争啊 现在政治也不公平竞争 国民党有党产 其他的党没有党产 这哪里是公平竞争 这样是民主吗 一点也不民主 然后呢 这个经济政策也是一样 非常的不公平 对于工商业者 做很多很多的这个补助 补贴 对于其他业者 那个补助补贴就是非常有限 这种情况之下就是 重工轻隆 还有重商易隆 这样子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我们看 使这个很多自杀的 都是劳工阶级 都是农工子弟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如果有一个正常发展的国家 我们这个社会的 才会正常的 这个进入一个正常的这个社会 这个活动里面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才会得到公平正义的待遇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家庭的这个和乐 才有可能 有一个一点点基础 个人的成就 才会更加 这个波澜壮阔 所以呢 我们希望呢 首先就是希望说 让 所有台湾的 基层的民众 我们本土台湾人 要有这样一个觉醒 觉醒到什么呢 我们是有一定的 OK 就是说 我们呢 希望说 普遍的觉醒 让我们的民政务的组织更壮大起来 然后呢 希望每个人 再听到我们这样的主张跟论述 特别在完全充分了解 台湾的真正的历史 真正的历史喔 现在目前 从我们国中高中到大学 所接触到的关于台湾的历史 都是虚伪的 都是假的 特别是现代 近代史跟现代史 都充满了这个 这个 框片 让我们大家 不知道到底 我是何许人 很多人不知道 我是何许人 我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这都是错误的论识 是台湾人 就是台湾人 绝对不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 就中国人 绝对不是台湾人 这要分得很清楚 不能和惜你 不能和惜你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得到这样的 充分的理解以后呢 要告诉你的同学 亲戚 朋友 这样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提早觉醒 对台湾的事物 多加关心 多加关怀 我觉得 年轻人 就是这个社会 这个 国家的 未来的希望 那我们这一代 有相当的理解 但是也相当的痛心 我们台湾之所以 会有这样的一个 目前这样的处境艰难 重点就是我们上一代 90岁 80岁以上这些人 在1945年的时候 1945年 整个日本战败的时候呢 他们非常投机 居然 认为说他是汉化 因为汉化了以后呢 他就以为他是汉人了 所以 当这个国民党 要来接收台湾的时候呢 要来占领台湾的时候 他们欢欣鼓舞 以为说他要回归祖国 被称为祖国派 一直到2284被人 被屠杀以后呢 这些 留学日本人 留学生 他才觉醒到说 原来 中国比台湾更落后 落后不止百年啊 不管是建设落后 就是政治观念也是落后 政治文化也是落后的 所以他们才开始产生什么 有反抗国民党的这种意志跟精神 然后才开始有独立运动的产生 但是独立运动 从1950年到现在 从1950年或者说我们说 从1947年到现在好了 1947年到现在已经64年了 独立运动是 走了冤网路 走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台湾既然不属于中国 也不属于日本了 也不属于这个 当然还有一部分属于日本 但是呢不属于 这个 这个这个中华民国 那他从哪里独立呢 要从日本独立吗 要从美国独立吗 要从美国独立吗 因为美国至少他是 占领台湾 变成他海外外合并的领土啊 因为他是军事占领 日本 虽然就 究竟他合议里面 他是放弃他的主权权力 但是他主权里面 有一个主权义务 他并没有 进到这个义务 所以他还有权力 可以把台湾要回去 如果其他国家 并不接受的话 他也可以把他要回去 所以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之下 根据国际法 战争法 这些原理跟原则啊 我们有很强烈的这个 论述说 台湾追求独立运动 是没有背景的 没有背景的 没有合法的背景的 所以 根据国际法或者战争法 军事占领法 这些原理跟原则 我们的主张是非常的正确 所以我很高兴很 我们这些年轻人 你们当然只有十几个 但是呢 十几个就很重要了 只要十个人发生力量 发挥力量的话 这是很惊人的 我们知道 中国共产党在 这个 他成立的时候 在北京大学成立的时候 只有十个人 现在各位啊 你们有十一个人 如果能够团结合作 那个力量 胜过共产党的 当时的十个人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 希望各位 一定要 看重自己 那么 把自己的胸襟放大 把视野放圆 来 参加这样一个 演习班 来参加这样一个 夏令营 是从今天开始 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我希望各位 可以在这个两天多的时间里面 能够充分的 来 接受 这样一个课程 然后呢 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你先听了 然后呢 回去再跟同学 或者跟你的父母亲 来讨论 来得到真正的真知 真正的见解 然后呢 给你产生一些思想跟信仰 然后 给你增强你的个人的力量 来帮助台湾苦难的 所有的本土台湾同胞 让本土台湾同胞 能够早日得到 这个 救赎 然后呢 我们赶快 建立我们自己的 台湾这样一个国家 来使得 呃 变成台湾变成一个正常发展的国家 使得每一个 我们的每一个国民 每一个公民 都能够在一个正常社会里面 得到公平正义的待遇 然后都可以 按照个人的能力 按照个人的兴趣 去发挥个人的才干 啊 做最大的力量 为这个国家建设 跟社会发展 来做最大的贡献 啊 我是这样子 盈切的期望各位 啊 利用这短短的 两天多时间 好好来学习 有什么问题 尽量发问 有什么疑问 尽量发问 我相信 我们在座的 或者我们 来这边 啊 那授课的老师 都会非常的乐意 来跟大家分享 啊 我们的心得 那 最后 敬祝各位 这个 演习或者 山山下电影 非常的 愉快 那么 身体健康 万事主义 谢谢各位 谢谢 起立 敬礼 我们下课十分钟 谢谢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词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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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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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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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